男人拿着相机给妻子拍照 可是原本穿着清凉的妻子 照片里却是穿着貂皮大衣 起初男人对此并不在意 可随后妻子把一件貂皮大衣披在身上 还要求在拍一张照片时 男人这才反应过来 照片里的妻子的造型跟现在一模一样 女人对丈夫的行为很是不解 直到他再看了一眼照片 这才明白了问题所在 男人想了一夜也没想明白 于是两人决定再拍一张照片 女人拿着相机对着门口拍了一张 等照片出来后 上面是一个男人推门而入的情景 女人立即认出这个人是自己的弟弟 可是自己的弟弟正在监狱里吃牢饭 根本不可能出现在这里 可就在这时 弟弟正好推门而入 他对两人说自己今晚越狱了 现在来姐姐这里躲几天 夫妻俩目瞪口呆 因为弟弟的动作和照片上一模一样 男人将照片递给弟弟 弟弟原本还在夸照片拍得不错 随后便反应过来 他的嘴里喊着不可能 三人这才明白这是一个神奇的相机 他能预测未来的五分钟发生的事情 他们讨论着要用相机做什么 男人还幻想着 自己用这个相机在世界流明 而弟弟却打开电视机看着赛马比赛 男人突然想到一个发财的主意 他激动地站了起来 既然相机可以拍到五分钟以后的事情 我们可以拿相机拍胜负榜 不就可以提前预知赛马的结果了 三人顿时激动不已 他们穿好衣服立即往赛马场赶去 男人对着空白的胜负榜拍照 照片却直接显示了比赛结果 他赶紧过去下主 果然原本落后的赛马 在最后关头发力 他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一场比赛直接赢了近万块 三人抱着相机高兴不已 随后胜负榜显示的结果 跟照片上一模一样 就这样男人又拍下照片 重复上一次的操作 很快三人赢得盆满钵满 晚上三人回到了酒店 女人已经迫不及待地买了好多衣服 男人更是直接预定了一辆跑车 弟弟边吃东西边数钱 开心得不得了 随后一位服务员来到房间 他说来取走客房服务送的盘子 就在他收拾盘子时 看见了桌子上的相机 便将相机拿在手里关上 弟弟让他小心点赶紧放下 而男人很大方地让他看一眼 而服务员却说 男人问他这话什么意思 服务员说相机上印着这句话呢 你们只能拍十张照片 服务员的话让男人慌了 他赶紧让服务员离开房间 三人凑在一起计算 原来已经拍了八张照片 三人对剩下照片的处理发生了分歧 男人觉得还能拍更多的照片 弟弟觉得把相机卖掉 而女人却说留着以后用 三人争执之下 无意中按到了拍照键 照片又被拍了一张 这是一台神奇的相机 能提前预知五分钟后的事情 可是无意间得知 相机只能再拍两张照片 他们对相机的使用发生了争吵 无意中又拍掉了一张照片 男人非常的生气 女人也心疼不已 就在男人拿着照片观看时 发现照片上的妻子正在害怕地尖叫着 弟弟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姐姐会尖叫 而男人对弟弟说 为了先下手为强 男人掏出小刀对准了弟弟 女人上前阻拦 被男人一把推到一边 就在男人扑向前时 两人扭打在一起 在女人的尖叫声中 两人一起从窗口跌落 而此时女人的表情跟照片一模一样 同时失去两位亲人 让女人痛苦不已 可是随后她又变得开心起来 因为剩下的钱都是自己的了 她把钱都装进了箱子 又拿起相机 为弟弟和丈夫拍了张照片 随后又继续将钱装进袋子 可就在这时服务员进来了 她直接将桌子上的钱装进自己口袋 女人想报警被服务员拦下 原来她知道几人都是通缉犯 服务员将这里的钱全部拿走 只给她留下一张照片 可随后服务员却说 照片上不止有两个人 女人慌忙去查看 可是被电线绑倒 从窗户里跌落到楼下 而服务员也来到了窗口查看 还对着照片数了起来 最后连服务员也从楼上坠落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贪婪的人最终会毁灭 喜欢影片的请点赞关注 我是金乐 我们下期见